台东县政府春检期间特别安排了六列次的返乡专车 让外地的乡亲可以回家过年 而县府实地调查返乡专车的实际搭乘率是高达了九成六以上 确实符合了乡亲的需求 因此县长黄坚廷特别在除夕的下午前往台东火车站 向刚下车的旅客来祝贺新年 返乡专车的马浩 在过下 包括需求量最高的春节返乡运输在内 连续假期想回家几乎是所有台东人的痛 月台通道挤满刚下车的旅客 赶在除夕团圆饭之前回到故乡 返乡专车连续八年行驶在东部铁道 县长黄坚廷在除夕当天出现在火车站 除了迎接在外地行情工作一整年的乡亲 一方面也向民众拜年 如果没有返乡专车的话你怎么回来 站着回来 真的吗 很可怜 对啊 谢谢 谢谢县政府的美意 那搭几次了 搭几次 搭两次 有被我搭到两次 也是要抢啊 今天还有一班啊 对 等一下到 那下一班是谁 专睿 随车的县府团队工作人员当场向县长回报 达成率高达九成六以上 创造出这个数字 黄坚廷很能体会同仁对及时让票的付出 我们同仁很认真 只要有人临时退票的 我们都会在现场赶快再兜售 只要有人要买就赶快就卖给他了 很激动 免得那个票浪费了 位置空着 你们在掰几天了 今天第四天 第四天了 同时要掰十天 以后这个摊位是常态性吗 没有就到零初五 先到初五 春节期间在火车站的户外棚家区 入选台东好物的商家在这里展售 转个弯 黄坚廷陪着夫人 去看看他们生意好不好 有没有需要协助的地方 盐的那个 海盐的那个味道 很不一样 妹妹也来帮忙哦 对啊 好好哦 家庭主妇的立场吃起来口味怎么样 非常清爽 豆腐很好吃 月桃卤蛋啊 我吃月桃卤蛋 月桃卤蛋 台东好物的协会好像刚刚在住 对对对 现在正在住 对快要招募完成了 对 如果有协会当平台 然后好物 主持在要留一晚 主持在全部在那边展 太好了台东好物 蛮多那个单位就是蛮踊跃的 对啊 要收集名单啊 已经快要结束了 真的吗 特别的商家想成立协会 并肩努力 黄建廷口袋里 第一个名单是铁花 文创园区 不过他也知道地方可能太小 和商家寒暄问候的同时 他应该还在想着 还有哪个地点更大更适合 才能够容纳台东好物 这批呈现在地特色的辛苦商家 记得赖永成台东是报道